HELLO 大家好,我是HELLO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麼今天我們為大家帶來全新 波雷阿斯地獄集的攻略解說 那首先這張卡片我個人覺得不一定要入手啦 因為這張卡片作為隊員的價值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高 它主要有幾個結伴能力 第一個可以解除優避空間 並且隊長是暗屬性的話 全隊無石拼圖盾喔 那再來如果說 隊長不是暗屬的話 就會讓整隊無石攻錢 其實這兩個解對能力有蠻多功能卡 可以去做取代的 也不是一定要這一張喔 那這張卡片主要是有 捏索一它會幫它轉成光屬性 可是現在捏索一應該也沒有人在玩了吧 所以這張卡片我個人覺得 目前就當作是一個勉強可以用的功能卡 沒有入手其實也沒有關係的 好那這個地獄集在左上方喔 那這次地獄集可以說 我認為是蠻麻煩的 它的靜觀條件是 要用五種屬性 那解三個成就會有拿到暗金一破 所以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可以解個成就拿個金一破 接下來我們就為大家帶來三成就的一個解法 首先我們用林大律來解三成就 我們副隊長使用拿破仁 並且我們副隊長是帶他的黑金龍科 再來愛德可以換成帝勇 或者是解反虧盾的功能卡 那愛德本身建議是帶個-CD2的龍科 現在要帶孟江女 再帶潘金蓮 潘金蓮可以帶一個魔珠腐化 最後帶上一個高血量的光屬性隊員 那主要是因為要組五個屬性喔 去直接達成靜觀的一個條件 好那這邊靜觀後這隊一定要10萬的實體血量以上 所以建議這邊整隊都要加20會比較舒服 好那首先靜觀的部分這邊我們直接可以拉隊長的角色珠 並且我們直接手轉 那手轉的話要消除 總數是4個福祉位置以上 那去幫整隊-CD 那第二回合我們拉隊長角色珠走紅綠燈 手銷整版帶走敵人 好那接著我們可以開潘金蓮 選他自己的直行 直到他的2技能變成會天降星珠的技能 我們可以一直開1技能去改變他的2技能 那我們這邊2技能有洗出這種會天降星珠的能力之後 我們可以開潘金蓮的2技能 再透過拉隊長的角色珠手銷整版固版帶走敵人 好那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直接開愛德 拉隊長的角色珠手銷整版帶走敵人 接著我們進入到了第三關的第一條血條 這邊我們繼續開潘金蓮的1技能 再拉隊長的角色珠整版固版帶走敵人 接著我們進入到第三關的第二條血條 這邊我們繼續開潘金蓮的1技能 改變他的2技能 他的2技能變成加69康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考慮開他的2技能 好像這個就變成69康 可是他的2技能現在沒有能量了 所以此時我們必須拉隊長的角色珠維持固版 首銷整版就可以一直擋死了 所以這邊我們就一直拉隊長的角色珠 主要是幫潘金蓮去洗他2技能的EP 直到我們這邊潘金蓮2技能EP跳起來後 我們再開技能帶走敵人 好那這邊跳起來了 我們就可以開潘金蓮的2技能 增加為69康 然後再拉隊長的角色珠一康帶走敵人 接著我們進入到了第四關 這裡我們可以參考右上角的轉珠方式 開夢江女 以這顆珠子起手 那要注意這隊沒有50年賦 所以在轉珠上面可能要注意一點 不過照我右上角的轉珠方式 基本上就可以首銷無主的珠子 第二回合他一樣會繼承這個固版 那我們一樣的轉珠方式 這只要轉熟了 其實蠻好轉的 要稍微練習一下喔 經過兩回合轉珠帶走敵人來到第五關 第五關這邊我們可以直接開拉1技能 再開拿破輪2技能 點出火跟暗珠 然後再開愛德1技能 瞄準右邊的敵人 拉愛德的角色珠 這邊要手轉21顆樹子盾 那21顆樹子盾很簡單 就是7組的珠子量 好 那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應該可以 有效7組的珠子量 然後瞄準右邊 應該就有機會 OK 然後帶走右邊之後 趁左邊 我們就可以繼續拉愛德 手消側半 帶走敵人 接著我們進入到了第六關 這邊我們持續拉愛德的角色珠 直到敵人打你為止 第一回合拉愛德角色珠 維持固板 第二回合繼續拉愛德的角色珠 維持固板 然後這邊敵人打你之後 這邊我們可以開隊長 零待遇的技能無視無數盾 再拉愛德的角色珠 帶走敵人 這邊我們直接進入到王關 在王關的第一條寫條 這邊我們可以直接開潘金蓮2技能 再開潘金蓮1技能 點拉的直行 拉愛德的角色珠 這邊我們可以直接帶走敵人 來到了王關的第二條寫條 這邊我們一直拉愛德的角色珠 維持這個整版 這邊記得轉完珠不要停在黑洞上就行了 這邊我們要洗兩回合的技能 洗完兩回合技能之後 等到所有技能都解封了 我們可以開拿破仁選1技能 再開潘金蓮 點愛德直行 再開我們林黛玉 拉愛德的角色珠 我們手轉兩組按十字 然後轉珠不要停在黑洞上 就確定消到兩組按十字 基本上就過了 以上就是我們 林黛玉解三成就的一個通關過程 這邊我們使用泥露來解雙成就 雙隊長不同以及隊伍中有三個種族 雙隊長使用黑青龍科 變成這隊愛德建議是可以帶個-CD2的龍科 那剩下的都可以帶普通的龍科就行了 紅娘的話主要解無鼠童康盾 這個解帕樹盾 這個解暴風跟繼承版面還蠻好用的 再來我們可以帶三星無視十字盾的流光牌 這邊直接進關跟大家做一個通關上面的講解 所以一進關這邊我們可以直接開隊長選二技能 點六種珠子各一次 走紅綠燈 那如果說你是可以轉珠的話 其實隨便轉喔 一進關就稍微轉珠一下走紅綠燈也行 這樣你就不用等那個很長的追打時間了 好從第二回合開始我們盡量把版面上面的新珠給消掉 並且我們把消除的新珠量控制 敵人的數字上面大概是八到五顆為主 好那此時我們就可以留住版面上面的新珠 並且我們直接一COMBO洗技能 我們把新珠全部留在最下面 然後一COMBO洗技能 那主要是在洗技能的旅途中 可以再把新珠繼續留下來 直到版面上面剩下敵人所需要的一個珠子數量 比如說現在敵人身上是八顆 好那這邊新珠有八顆之後 我們此時就可以看一下艾德的CD 他如果剩下CD1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帶走敵人了 那這邊我們就手消八顆的新珠量 並且剩下的直接手轉 這邊總數要消除11顆的珠子 並且有消到獸竹符石 就可以帶走敵人 接著我們進入到了第二關 這邊我們直接可以開艾德 加上九封王的一技能 並且拉艾德的角色珠 那這邊要做的工作 就是至少消兩組持航的五顆暗珠 剩下的珠子盡量持航消除 那這樣就可以帶走敵人 來到了第三關的第一條血條 這裡的話我們可以直接 就這個固版帶走他 接著我們來到第三關的第二條血條 這邊我們開尼路選最下面的點六種珠子各一次 先把整版露出強化珠 接著的工作就盡量一消隔開 這邊最後消完要消到總數是30COMBO以上 那本身這隊消瘦竹就加額外11COM 所以換言之你就需要消19顆一消的珠子 那開尼路的技能是整版一消 所以就把19顆以上的珠子一消隔開 就可以過了 好那這邊我們來到了第四關 這裡的話我們可以直接先開紅娘再開水彈 然後手轉無主的珠子量 無主直行 照畫面中的這個轉出方式就可以過了 接著我們進入到了第五關 這邊我們可以先消珠 消11顆以上的珠子量 並且我們不要手消火珠 把這間火印記珠直接放在右邊 我們目標是先帶走左邊的這位敵人 好第二回合這邊我們再直接手轉解21盾 21盾其實蠻好解的 就是手消7組的3顆珠子數量 有轉到樹之盾就過了 帶走敵人 接著我們進入到了第六關 這邊我們盡量控一下版面不要手消光珠 並且把版面有5屬強化珠 好那在這邊我們開普魯米修斯 選下面這個技能 好隨便動一步不要消到珠子 好等到被鐵人打之後這邊我們直接手轉 我們這邊要做的工作就是先把露成強化珠 那第二個要做的工作就是用疊珠的方式消除5屬強化珠 基本上只有光珠是需要疊珠的 然後其他的四屬強化珠 盡量用手消的方式把它做一個消除 好那這邊我來到了王冠的第一條協調 這邊我們直接開卡爾斯 選他的下面 解暴風 再開組合技能 固版帶走敵人 最後我們這個流光浮石起手隨便亂轉 好盡量每個屬性珠都轉到啦 盡量消珠 那轉完珠之後把流光珠塞在隊長的裡面 就有機會可以過啦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隊的通關內容 接下來我們用普魯明浮石來進行通關 這隊可以解雙成就、雙隊長不同 以及隊伍中有三個種族 那可以帶一個解趴數盾 可以帶一個解增加combo的 再帶一個能夠變身轉神竹珠 增加combo的功能卡 那再來我們帶潘金蓮 那潘金蓮的話他主要 最大的能力就是不會天降 可以換成水屬性的凱撒 隊員的部分 只有筆剛要帶他的 晶圓寶龍科 以及水彈帶個減CD的龍科 雙隊長只有黑金龍科 就是再帶一個三星無視 十字燈的流光牌 這邊我們就盡管跟他做一個通關上面的講解 首先第一關的部分 這邊我們先隨便消一組珠子不走紅綠燈 第二回合開始我們可以開走紅綠燈 並且可以的話把版面上面的新珠 盡量去做一個消除 接著我們只剩右邊的 我們就盡量每回合都把新珠給消掉 這邊大概是經歷 四到五回合左右應該會通關 我們就一直靠左半邊的固板 帶走敵人就行了 接著我們進入到了第二關 這裡我們可以開潘金蓮一技能 記得一定要點隊長的直行 然後我們用一技能去洗二技能 如果二技能不是出現這個 只能手劈消除符石的技能的話 記得點一技能去把二技能洗成這個 並且每次點一技能的時候 都要點隊長的直行 然後這邊不能手銷直行的技能 開下去之後 我們再開普魯迷路斯雪下面的能力 再以光珠起手 露出整版的光珠帶走敵人 那這邊就不會有天降 也不會有意外 這邊是一定會通關的 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三關的第一條血條 這邊我們把所有的新珠隔開 然後右半邊盡量的鎖轉 那這邊估計是一到兩回合內 可以帶走敵人 重點在於新珠要全部隔開一消 那來到了第二關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先開副隊長尼路 選最下面的能力 六種珠子各點一次 然後再開筆桿變身 筆桿變身後的二技能 然後這邊盡量 讓整半一消 好 其實只要總數達成 消除30康以上就行了 盡力消出 這版面應該是蠻好30康的 接著我們進入到的第四關 這邊我們先開水彈 再開普魯米修斯 記得這邊是拉水彈的角色珠 並且我們把右半邊盡量入成光珠 然後最後轉珠是停在這裡 OK 這樣之後總數是消除無主的珠子量 注意這隊並沒有無視黏附 所以在辱珠的過程中要注意喔 好那這裡的話我們來到第五關 這裡我們直接做一個手轉 左邊是15顆 左邊火珠被轉掉 好 如果沒乾淨我們這邊翻兩回合帶走 然後這邊我們右半邊再消六顆的珠子數量 就可以帶走了 那如果你要一回合帶走的話 剛剛的情況是 右半邊可能要再多消七顆珠子 才能夠一起帶走 那這裡的話我們可以直接開普魯米修斯的技能 左半邊 右半邊不是以光珠起手 然後並且露出整半光珠 最後再把不是光珠的珠子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可以帶走敵人 來到最終王冠 這裡我們可以開尼路選二技能 點六種珠子各一次 然後再開 筆桿二技能 再開我們的黑家家老師 這邊會建議這個我們可以 把光珠盡量的放在 這個裡面 然後這個 暴風以外的版面盡量一消隔開 然後裡面的話就放一顆暗珠跟一顆光珠在中間就行了 如同畫面中所示 那並且總數是消除到達 30康以上就可以過了 來到了最終王冠 先開副隊長選一技能 先空轉 第二回合我們開龍科能力 然後這個流光扶持起手 放到隊長的身上 基本上這邊靠左半邊的固板 就可以帶走敵人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神魔之塔更多的影片 別忘了開啟下你的對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最後也別忘了按下一個免費的喜歡 那是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 到躺下部影片見囉 走開啟 達